老杨到处说 我们即将推出 新里款的酱香酒 敬请期待 老杨诗黄茶 我们推荐三款葡萄酒 和我们的华龙村的酱香酒 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好 来谈谈疫情 和跟疫情相关的情况 究竟是谁又在下一盘大棋呢 我们不能够否认 毫无预警急转弯 所带来的乱象 要不要反思 最终会不会有追责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 陈文青在29号 主持召开了 中央政法委委员会前提会议 那么主要是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近期的重要指示精神 研究贯彻落实的计划 估计是对维稳 这方面呢有些批示 会议呢有个定调 在强调 近三年来 我国的疫情防控大正方针 科学有效 完全正确 现在 因时因事优化调整防控政策 实事求是完全正确 两个完全正确 前面那个完全正确 后面现在呢也是完全正确 那么下一步 谈到了政法机关 要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对介意 渗透破坏 造谣声势 捞乱社会 执序的行为 坚决依法 处理 这个呢 声色俱例 我们一个种的感觉 他们 在任何时候 都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这样的立场坚定 跟外界的观感 也是很不一样 中国的防疫政策 毫无预警的急转弯 也就在这个月的8号 1月8号 重开国门 恢复人员的进出 很多国家是又喜又惊 开始数据的通关墙 很多国家看到疫情的患难 也采取很多限制措施 高兴的是 又可以看到中国游客和人民币 害怕的是 中国仓促放开 人员流动 会不会引发 稀泥波的 更迅猛的 疫情海啸 来洗减全球 不需要去隐瞒 中国准备不足 又突然放弃清零 导致的药物的溃乏 医疗系统受到镇压 近乎以躺平 而现在对这个情况 各个国家的政府 严正以待 好不容易 大家一个心想 好不容易 遥了三年 谁都不愿意 疫情历史在重演 三年前 手忙脚乱 大家不愿意看到 法国的部长 亲自在戴高楼机场的监督 查检测中国的游客 当然也有 一论指出 这背后的疑虑 其实有两个问题 第一呢 就是疫情的 冠病疫情 在一个14亿人口 大国迅猛的炸开 会不会量成更致命性的 更强的新变状病毒 第二个呢 中国中央层级公布的死亡病例 严重事实 不可能跟我们看到了很多视频 十几个人 又缺化病毒基因 病毒基因组系列的数据 这个有 我估计有团队在做 但是没有公诸于众 外界 凭什么准确的评估 中国疫情的走向 所以我们看到了 越来越多的国家 对中国游客 采取了新的限制路径的措施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 很多的批评 但我们也知道 相似的情形 三年前北京也采取过 所以呢 谭书记世卫总干事 就说 中国的数据不透明 各国采取限制措施 保护国民可以理解 那么推特他也写谭书记 世卫需要更详细的信息 以做出中国境内冠病疫情的 全面风险评估 我们知道谭书记跟中国关系不错 中国在20192020年的 时候还给了世卫主义大笔的经费 谭德塞现在是在呼应美国的说法 一起指责中国数据不详细 由他来说 他的可信度比美国人说还要高 至少他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办事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沈泽伟 他也写星期六写份文章 他说 疫情三年 必须客观的讲 中国整体防得不错 特别是在初期 避免了大量的死亡 但是突然拍脑袋师的大翻转 且没有利用三年时间做其他的准备 令人错愕 接下来 包括病毒基因组系列数据等重要信息的上传 会不会准确到位 大家都很关注 沈泽伟说中国领导人 长挂嘴边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底的概念 一来比较抽象 但这个抽象的概念用在全球疫情 新冠病毒之上是恰当不过 这次新年的赫兹提都不提 也没有再提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危害人类健康的瘟疫 把全能力的病疫绑在一起 对任何人对任何国家的不好 大家都不好 所以呢 委婉的说 你要重视 也不要给大家有太多的担心 来自北京的一位姓马马熬天 那么他在联合早报今天的写的文章说 他对疫情三年 那么这位马先生 对动态清零他有四个价值判断 首先第一 动态清零确实在2020年到2021年 起到了正向的作用 这一点不能抹去 2021年的12月30号 大家还记得外国记者 对中国的防疫政策的质疑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 你们活在中国 你们就偷着乐吧 那个时候 大概是中国政府人民 对清零政策最自信的时刻 五个自信六个自信全出来 制度优势什么事都有 那就是说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在那个阶段 受益于动态清零政策 当然大家也希望延续 清零的奇迹 那好了 同样是 2022年的11月29号 也是赵立坚 赵立坚也问到了同样的问题 一石以塞 没话可说 想了很久 只用了你谈到的有关问题 跟事实不符 下一个问题 就不敢再回答 不到一年的时间 同一个发言人两种表情 内容不一样的回应 其实是表现出一个问题 动态清零政策 跌落神坛前的窘迫 赵立坚也不信 听说也是 也欠诊 那么好了 大家再想一想 这11个月 到底中国发生了什么 动态清零政策出了什么问题 这是第一 首先是正向 但是不知道转变那么快 第二个判断 2020年的动态清零被拉上了神坛 逐渐僵化 动态清零对待其他病毒和毒株可能有效 但是面对病死率和传播率都不同的 奥密克隆好像是克州求健 2022年中国期望用动态清零以不变应万变 我根本没有考虑到定毒变异在内的客观变化 好了 遭到了巨大阻力之后 还要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 中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这特别体现出决策机制 没守成规 甚至听不得批评 政策逐渐走向僵化 使咬着旧的做法 最要命是把某项政策 先给了一个扣一点伟大的帽子 制度优势什么优势 然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也要做了一个决定 赌上了云云众生社会大众 想去反驳的嘴 直到火山最终爆发时 再突然转向 这个马先生认为 这不是对待公共政策的正确的态度 你的政策制定 一直想凸显你的制度优势 从生命账演变到了政治账 最后落魄成一笔糊涂账 刚开始都是算生命账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光机现在看来是政治算政治账 结果糊涂账 这什么意思呢 当清零和政策制定成面的脸面 扯上关系 清零成了官员单一 纬度的绩效评价的尺度 政策执行就不可避免走向浮夸风 神舟大地 人人斗志昂扬 却只是主观上的一厢情愿 带给社会无穷无尽的伤害 从2019年 对吹哨人李文亮的晋升 三年 再到近期放开后 对感染死亡数据的遮遮掩掩 这种害怕公众知情权的 家长师的领导心态 贯穿了中国防疫的始终 很痛的一句话 很痛的一个感悟 政治挂帅给中国造成的伤害 历来都不能够低估 这是第二个判断 第三个判断 动态清零政策给2022年的中国 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 2022年 不管动态清零的顶层设计 出现了僵化问题 基层执行就成了政策最大的问题 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 互相的政策抵触 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 到了6月28号 推出了9不准商生领令 不准层层加码 不准一刀切 这是越层深越糟糕 城市是越风越多 措施越来越严 防疫乱象 城市不穷 上面是好的 下面之前坏了 这变成是敲皮话 凸显了一点 政府的运作不畅 所有的负面结果 这百姓来承担 但是削弱很明显 这整个行政体系的公信力 塔西托陷阱的坑越窝亚打 不需要去回避 动态清零期间 因为基层的风控 造成了各种悲剧 次生灾害 数不胜数 不断刷新人们的道德 浓人底线 个体的悲哀 跟社会的总体信物 比可能真的无关紧要 个体的悲哀 跟整体的总体信物比 可能无处 但是动态清零 已经很直接的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幸福 不光是作为个体人的自由被剥夺 社会上的朝令夕改 不讲乏理的事情 多如流氓 短短不到一年里 政府的公信力一落千丈 国家法治更被践踏 整个社会 那以无一系的信任基石 被严重摧毁 体制弊端暴露无遗 所以今年2023年 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 是个信任重建的任务 而且这个任务很拨欠 这是第三个犯断 第四个犯断 动态清零体现了 中国公共政策的 决策机制的隐患 目前我们看到的政策转向 是多个事件叠加了结果 没有郑州富士康的大头王 没有核酸乱象激起的民愤 没有各地胡乱风控计划的民变 没有贵州深夜大巴的翻产案 没有乌鲁木齐的火灾 惨不忍睹的经济数据 以及各种各样挑战整个社会道德底线的 种种次生战和悲剧 如果没有这些 今天这个动态清零可能还会持续 面对这么已经个不当的政策 有失之事呼吁政策调整 而催生了近年来 中国追谋最大的公民运动 白纸革命 诸如此类 政策才180度U型转变 仓促的放开 谁都知道你是仓促的 你不要不承认 依靠高速的高效的组织体制 把认知统结起来 官员可以 但是悠悠众口 广大人民群众 你如果没有充分的沟通 没有详实的数据 没有合理的解释 没有平等的辩论 只是靠你一个人 决策成一厢情愿 你是没有办法 让民众的想法 统一到你那条战线上 离心离德已经很明显 整个社会的稳定 对中国社会当然至为重要 但是如果一向 极端的政策的回头 还要靠各种群体事件 来外部推动 决策系统内部计划 有效的纠错机制 又是提到纠错机制 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 你怎么保证你的社会稳定 中共提出了自我革命 不仅包括反腐败 应该也包括自批评 批判自己的能力 没有互之确奴 实事求是 全过程民众不能只是说 实事求是说 不论是清零圣举 还是清零浩劫 我们只问事实 不问是立场 我们全面的评估 这三年的得失 我们要充分吸收教训 而当务之急 真的是要去做到 国家政治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真正一直做到 科学透明流程化的 公共政策的程序 历史不能够再一而再 再而三的重演 有一点 大家是要看到了 不到一年 政府的公信力一落千丈 国家法治都被践踏 整个社会那以维系的信任基石 被严重的摧毁 体制弊端暴露无疑 所以说 面对诸多种种 每个人切身的感受的严峻事实 你不能只是反思 其实站在更高的高度上 又应该追责 即使现在还不具备条件 但终究要直面给国人 一个清晰无误的交代 现在不是六十年代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好 вообще 我们可以说